歡迎一期 昨天Hello Taiwan 我是張家如 順利早安 順利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順利昨天果不其然 陽光露臨了 是啊 看到太陽是不是就覺得 心情就不一樣了 真的 我真的覺得 昨天有春天的感覺 有 因為一來清晨還做涼煉 對… 然後陽光一露臉 在太陽底下你就會覺得溫暖 然後但昨天到了晚上也好冷 又冷起來了 又冷起來 因為的確像昨天淑莉 在跑步 晚上跑步 就覺得要跑好幾圈 身體才暖 活起來 真的 因為就是有冷空氣難下 不過這一波冷空氣 本來是說是冷氣團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達標 還沒有 清晨也夠冷了對不對 很冷 因為這清晨輻射冷卻 尤其在新竹苗栗這一帶 我覺得我們在這邊喊說 冷氣團沒有達標 對 可是新竹跟苗栗的觀眾朋友 可能會覺得我們兩個在講什麼 對 因為真的很冷 他們那邊超級冷 因為最低溫 苗栗頭屋只有5.5度 好誇張的溫度 好誇張喔 而且這個排名自動測在哪 排名前十 全部在苗栗 而且這溫度都是在七 八度以下 怎麼有這麼冷 沒有寒流 對啊 怎麼回事 對啊 怎麼一回事 那就是淑莉講了 輻射冷卻效應太明顯了 沒有寒明焦灰 可是家如剛剛也在問 可是台北沒有感覺這麼冷 對 因為我一直看以為 今天會很冷 結果出門好像還可以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對 為什麼 其實天空狀況都是晴朗 可是台北風大 這風一大 所以這個輻射冷卻的效應 尤其這體感的溫度 其實就沒有這麼的冷 最主要是輻射冷卻 因為輻射冷卻 一來我們說天空狀況要晴朗 對 二來風要弱 那像新竹跟苗栗 是處在淨風的狀態 那不得了了 就像洞起來了 整個洞 對 5.5 那但是也要注意 這兩天完全冷在早晚 而且這個早晚不是用一個冷字 可以形容 是寒冷 這是夜溫餐 那差不多有8到12度左右 所以尤其在中部地區竹苗 到中部地區這一段 是輻射冷卻效應最明顯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特別提醒 尤其像這種天氣 對 一來 衣服很難穿 真的 像我們很早出門 我們都穿很厚 到中午很熱 對啊 所以這兩天 淑弟在思考怎麼穿衣服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煩惱 對 尤其昨天晚上我們要團練跑步 天啊 你知道嗎 穿個短褲在跑 太冷了吧 不是 趕快再把長褲穿上來 對啊 所以這幾天大家要特別注意 因為到中島 甚至尤其在中南部 不是溫暖可以形容的 對 甚至有一點 應該算是熱 熱了 像昨天高雄內門還32.6 那就熱了 是不是 然後呢 所以這個清晨大部分地區 都差不多在15 6度 可是中午的時候 又幾乎在25 6度 甚至你看內門30度左右 32度 這日夜溫差非常大 大家要注意 而且明天過後 好像天氣又一些小變化 沒錯 事實上明天的天氣跟今天 不會差太多 只不過呢 文藝的差別是 明天你會感覺到 有時候雲開始多起來了 但是呢 太陽露點的時間還算長 真的你會覺得 突然天氣不一樣 那就是在禮拜五 禮拜六 五 六 對 禮拜五 禮拜六 因為有華南的水氣過來 可是呢 這些水氣因為是中層的水氣 因此呢 差別就在於 它不太下雨 但是呢 你就是從一個 有陽光跟沒陽光的差別 對 甚至有些地方是陰天 所以因為陰天 你可能內心就覺得冷 對… 雖然溫度可能沒有多低 對 所以要注意了 就是禮拜五 禮拜六 說實在的不是完全不下雨 這兩天是沒下雨的 對… 但是呢 禮拜五 禮拜六 有些地方會下雨 飄飄雨 零星雨 那麼山區也會有一點 那七半部的平地 大概就都還好 雲多為主 可是呢 因為陰天 雲多 跟這種陽光燦爛無限好 心境上就有差別了 對… 但真正真的比較大的變化 還是在禮拜天跟禮拜一 因為封面要來了 所以北部東半部降雨 就會比較明顯了 好喔 那先好好把握這幾天 穩定的天氣再說 對啊 有陽光嘛 蘇妮就說 記住把握 有陽光就要曬 對 今天我們的美好世界 也是給大家有暖暖陽光感 這去哪裡呢 我們帶大家來台中 來看看這麥浪 不要以為這是稻田 稻田怎麼可能現在長這個樣子 才剛插秧沒多久 這個呢 就是這個小麥 沒錯 我們帶大家來到台中大雅 這小麥的故鄉 這個大雅從2008年 種這個小麥到現在 已經成為小麥的故鄉 而且這個麥的產量 一年比一年還要高 尤其每年到了三月份 就是這小麥成熟的季節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雅 在這個時候一望過去 就是如此黃沉沉的 那麼當然了 在這個每年這個大雅 也都有小麥文化祭 在這邊展出了許許多多 小麥麵食文化 不管是麵包也好 烘焙類的點心也好 麵條也好 許許多多的活動 尤其在本週六就要開跑了 今天非常謝謝來自於台中的 吳農夫 率先其實不只吳農夫 其實美好世界 有許許多多的網友 都到小麥這個大雅 去拍這個麥浪 這個麥田 今天我們選用的是 吳農夫的一個照片 也希望大家能夠感受到 這個暖暖有沒有感覺看到 這個麥田就好像自身在陽光當中 加入 好 那小麥聽照片 趕快把時間交給淑莉了 好的 那我們就趕緊來看看 這裡是哪裡 怎麼也感覺 只不過是麥浪 好像感覺到天空上了 原來這裡是高雄 高雄這邊注意了 黃澄澄的天空還有太陽 這邊要注意就是 還有一些空氣污染的問題 問如何 我們再趕快展開今天的開始吧 今天3月13號是禮拜三 一開始我們就先從目前溫度 帶大家一塊來掌握 現在外頭各地的天氣狀況 跟溫度如何 沒錯 今天各地天氣都是穩定 尤其西半部地區天氣是晴朗的 也因為如此才會有 這個輻射冷卻的低溫 除了苗栗頭屋5.5度很誇張之外 人工側站的最低溫 是出現在新電來到10.6度 就現在各個區域 台北 台北現在幾度啊 16度 中部的台中15度 再往南走 那南部的高雄現在是19度 東半部的花蓮天氣也穩定沒下雨 目前來到了16度 整個離島地區來說 麻糬也冷只有10度而已 金門13 澎湖是19度 也因為部分地區出現了5 6度的低溫 氣象署發布了低溫特報 我們來看看低溫特報的範圍 你可以發現在苗栗這邊啊 是現在改成了這個橘色的燈號 因為幾乎都是10度以下 甚至出現5 6度的低溫啊 那麼其他地方包括了金門 包括了雲林 以及新竹 新北市 還有宜蘭都是黃色的燈號 因為有些地方還是溫度在10度上下 因此也特別提醒了 大家起床的時候啊 真的就要加件外套了喔 那麼另外還要注意的 就是空氣品質了 我們昨天說這一波冷空氣啊 會帶來境外的污染物 果不其然 您可以看到這境外污染物的情況之下 包括了整個北部地區 大台北地區 以及呢這個桃竹一帶 都是出現了橘燈 中部地區 甚至呢在這個雲林這邊 嘉義這邊 還有呢紅燈出現 所以呢我們也特別提醒了 今天大家外出的時候 無論如何 記得口罩要戴 整個環境部的空氣品質預報 全台各地不是黃燈 中部甚至都是橘色燈號 因此今天要注意喔 尤其中部地區 還會有臭氧濃度過高的問題 那麼從衛星雲圖 我們要帶您來看啦 由今天的天氣上來說 一個說是冷氣團影響 不過到目前為止 這冷氣團還沒有達標 但是呢因為這波是乾空氣下來 所以水氣相當的少 今天風場從這個東北風 會轉成東風 所以呢今天注意了 西半部地區今天可都是陽光燦爛 東半部呢雲雖然稍微多一點 但是呢不下雨的時候 陽光依舊露臉 所以從雨區預報呢我們可以發現 今天的雨啊真的是零零星星啊 那麼地面天氣圖 倒是提醒呢尤其大台北地區今天要多注意 因為東北風要轉吹東風 今天大台北地區尤其台北市風很大 預計都有五到六級左右 所以這一點活動就多注意了 趕快來看看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呢北部地區今天的高溫啊 是在二十一到二十四度左右 今天降雨機率都是零 同樣呢中部地區今天啊也也是陽光燦爛 今天高溫是在二十四到二十五度 南部地區的話今天高溫則是在二十四到二十七度之間 那麼東半部今天呢高溫則是在十八到二十二度 降雨機率呢其實呢都是呢只有百分之十左右 降雨也都是零星的 那麼離島地區則是在十五到二十度之間呢 所以最後淑莉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了 這天氣上好好把握這燦爛的春陽啊 今天不管是洗衣曬杯要曬人 其實都是相當理想的喔 那麼呢這兩天尤其冷是冷在早晚 早晚是屬於寒冷的情況 日夜溫差相當的大 這一點呢無論如何 不管是年長者心血管疾病的觀眾朋友 真的要多注意了 台北今天風可是很大的喔 外出活動也都要多加留意 時間再交給家如囉